Hello 大家好 我是Doble 今天是1月... 今天是1月 OK 沒關係 Hello 大家好 我是Doble 今天是2月2日 Day 16 哇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比較悶一點 我今天只上了一堂 Accounting 在上了 Accounting 之前就要講一下一早上 又一大清早上學 因為今天又要幫忙 Ambassador 那些東西 要幫忙 幫一下 International Student 其實本來是想著不需要幫忙 因為他的問題是他叫人可以幫忙的時候 有10個人是Volantir的 但是我怎知道昨天只有2個人來了 所以今天想著會多些人 還是沒有 還是只有我同一個 同兩個人 都是我和第二個人 又是只有我們兩個 本來我本來想著人不用來 我打算循例問老師 是不是明天不用來的了 既然今天做了明天不用做了 就說 理論上是 不過只要你也可以來的 我心想 他這樣說完沒理由說不來的 我心想 唉 好了 好了 來吧 結果來到真的只有我們兩個 就在這裡上課 然後在這裡坐在辦公室 沒有什麼要做的 一個點是有一個 有一個International Student 走進來 說要幫忙 就跟那個Counselor說話 跟Counselor說完一大件事之後 就有什麼事要我們幫忙 我們就兩個來幫忙 其實今天就是幫了兩個人 一個就是在Germany 因為昨天我第一個幫那個人 他就要 因為說想參加一些Sports Team 那Mitsou這個老師就 叫了我們下去 因為帶他下去 有一個Sports的必步版 就寫著是 有些什麼 因為這陣子有什麼Sports可以參加 那之後呢 因為現在準備 因為他已經準備 Winter Season就準備完了 下一個就是Spring 就叫你看一下Spring Sport 有什麼可以加入的 之後我再耍一耍 咦 因為我平時玩Batminton的這個羽毛球 我本身平時習慣是3月中才開始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次呢 他寫著Spring Season呢 是February開始 February to May 我心想OK的 因為我 那招牌我挺喜歡羽毛球的 所以如果你比我打得多長 我也是最願意的 那我心想好啊 會行 不過暫時還沒有Announcement 說可以開始報名的 那我等一下啦 我打算等到時候有Announcement 我就立即就聊了 說有些Friend 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玩 真的 立即聊多幾個人來玩 本身只有我和第二位Friend去玩 羽毛球 現在可以 看不可以拉多幾個人來玩 之後呢 那第二個就是一個Grade 8的小孩 也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是在大陸來的山東 嘩 他覺得很厲害啊 Grade 8一個小孩 應該是中二的 多少歲呢 中二大概十三十四歲左右 他自己一個人從大陸飛過來 我心想 我覺得我這麼小的時候 可能有點害怕 不過我問他害怕不害怕 他又說不害怕 我心想OK好了 你說什麼就什麼啦 因為我有一點點質疑的 不過 你說不害怕 難道我說你害怕嗎 那之後就 那之後就 帶了他下去 因為他說不知道 PE課勢在哪裡 那我就 又帶了他下去 就說老師 又帶了International Student給你啦 他說OK好 然後就給他 之後呢 其餘的時間 就坐在這裡做Calculus的功課 因為Calculus好在這裡功課 那就做啊做啊做啊做 最後都剛剛好 最後一刻做完了 YES這樣啦 真的開心 Anyway 之後 就 那之後就 走去Accounting Accounting又是跟那個老師教的 就是那個 剛剛幫我幫他那個Counselor 就是那個Counselor 他教 這科的Accounting 那就 他很著重一件事 因為他覺得 任何 時事都會影響到Business 因為其實Accounting也算是一個Business course 他就很喜歡講時事 他就說 他就說我們 以後呢 每一堂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先講一大堆時事 那 之後就說 會講一下 Climat change 講一下Covid 講一下Politics 講一下Crypto 因為他講了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問題 他就問一些人 這些大概 有幾多人 認識什麼是Crypto 我知道什麼是Crypto 但真的不太熟 他說有幾多人有買Crypto 我心想 我們小時候應該沒有人買Crypto 就看一看 課室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中五中六個學生 我看一看 整個課室 是有四分一 三分一左右的人 都舉手說自己有買Crypto 我心想 什麼了 OK 有點震驚 不過不要緊 啊 對 那就 就 他自己也在說 他自己也有些Crypto currency 講一下廢話 就說了 之後 終於說了幾個 終於答入正題了 就說 那accounting 這個課程 都是會用Excel的 Microsoft Excel 他就說 Excel 尤其是很多人 這裡的人 因為可能 他們沒有電腦堂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 就是 因為他們可以去到中五 是沒有用過Excel的 甚至有些人 其實是沒有用過 PowerPoint 是不懂 save as 都不懂 那些人 真的 是有些少 電腦方面比較弱的人 所以他就給了一條 Tutorial 你看 36分鐘的 Microsoft Excel Tutorial Beginners Tutorial 是Beginners 到什麼地步呢 他跟我說 你打開Excel 你按Excel之後 第一版 你就可以選 Blank Workbook 又或者一大堆Template 我心想 你穿低能一點 誰都知道 所以他就說 這個就是一個Row 這個就是一個Column 中間 Intersect的位置 就叫一個Cell 這個Cell 如果是在Column A Row 5 這個Cell 就叫A5 哇 好厲害 我心想真的壞人生 老闆 真的聽到 心想這個我真心 好像小二小三都學了 真的 你玩到中六都還在教這個 是什麼玩法 Anyway 之後呢 又在說什麼呢 他又說 這個你按這裡 就可以轉個Font 這個可以轉Font Size 也可以這樣拉個Column 轉個Font 真的聽到 延伸 最後唯一有少少 Yeah 再Sum多一點 真的少少 他就可以教一些Formula 你怎麼可以按 等於Sum 然後選一個Area 就可以算到他的心 之後就說 把這個Formula 拉到旁邊 他就可以對旁邊的行動 都做到同樣的事情 嘩 好厲害 我心想 我真的聽到36分鐘 我真的聽到差點睏著睡 睏著眼睡 真的很睏 我心想 我看到他按了36分鐘的影片 我心想 你不是打算看完他的 就是他真的看完他 36分鐘 從頭看到尾巴 看到我真的好睏著睡 我心想 你玩一些好玩的東西都好 或者他還要說中六的 因為Grade12的 就算你認識的 你都要照看 當是溫書 我心想 玩東西吧 老闆我真的認識你 溫什麼鬼啊 你也不會說 Word 我怎樣溫 怎樣用Word 你Excel記的差不多 真的 唉 Anyway 今天就是這樣 今天我上了課 很棒 回了課 就可以馬上走了 今天臨走前 走過 旁邊的課室 有個朋友說 你去哪裡啊 不來 我們平時吃飯 我說不來 我回家 真的 很立刻在那裡 有一點奸笑的感覺 人家都要在學校上學 現在 如果1.50分 那些人還在上學 我就在家可以 硬硬腳 拍Vlog 打機關書 挺開心的 對了 今天基本上就是這樣 今天是2月2號 Day16 如果你喜歡看我這條影片 記得點讚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就說到這裡 明天再見 拜拜